我斷片 我以前是 我以前在沒有結婚之前的喝醉酒 比剛剛這個大牛哥 你說的那個還要誇張 我是呢 大家走 走走走 我說沒問題我自己開車OKOK 然後就上車之後 一上車之後 趕快打電話給我講 你們趕快過來 你們趕快過來 我玻璃被砸破 我方向盤被拔走 就大家都啪 車就開過來之後 看到我坐在後座 我抓不到我的方向盤 因為我坐在後座 還好沒開車 真的 所以我說不要喝這個酒 還是真的 酒可以喝 但是醉酒就沒有智慧了 喝酒真的不要開車太危險 真的 我覺得會斷片的人 算是酒品還蠻好的 不會去爐餅 其實有一種說 你會斷片是因為 你對那個環境很放鬆 像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林立媽咪群組 因為很多台灣有很多藝人 是林立媽咪做 林立老師做了婚紗 我也是 所以我們就會 他有一個這個群組 包括陳誠哥什麼的 然後我們大概每一年都會聚餐 一個林立媽咪回娘家 對 大家會去聚餐 喝酒 這次收買 最老婆也不會生氣 因為大家就一起喝酒 對 所以這一次我一去就覺得 一去就開始喝 又很多紅酒 而且又陳誠哥在 大家都在 對啊 只要一對夫妻進來 我就趕快說 我們喝喝酒 菜才吃到開胃菜 才三碟而已 我就一直喝一直喝 喝到最後我記得 來了一宗湯 一宗小雞湯這樣 然後那個老師還在弄音樂 然後我記得 已經有人上去唱歌了 然後我再喝那個雞湯 喝第二口 我覺得雞湯真的很好喝 然後 然後下一秒鐘 我就躺在我家床上 瞬間移動 瞬間移動 好特急喔 瞬間斷片 我只能在這裡 我靠 我只喝到雞湯啊 我後面菜都沒吃啊 我靠 因為我們知道均品 所以我只要喝太久 我是被用倫理推出去 你知道嗎 這是均品 你是晚上睡著 我就晚上睡著 然後老師就請那個酒店 那個飯店的 飯店人推我 可是你還不錯啊 完全不記得 可是這個就算了 我醒來 我老婆說 你昨天不記得你做什麼事情 結果我老婆說 你看看我們昨天拍的照 那因為藝人很多 就不放那個照片 你看你拍的照片 我們每對夫妻都要拍照嘛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抱的不是我老婆 抱誰 每對夫妻就是 因為回娘家 是不是跟老婆一起拍這樣子 對啊 還好是老婆的 我老婆在最後一排後面這樣 好生氣喔 莫名其妙 誰 我自己看這照片 你糗了 他說你有沒有記得你拍照 完全沒有印象耶 你糗了 我怎麼會拍這樣子 後來那個在聊天室 陳剛問我說 你還記不記得你拍完這張照片 因為我們是在舞台上拍 對 拍完的時候你直接走下來 然後臉吃死這樣 哇塞 啪唧這樣下 全部人都來扶你 你鼻子有沒有受傷 你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我完全不清楚 好香喔 我其實我也跟你很像 我一直喝到斷片 然後其實是從懷孕開始 我們就不能喝 其實已經快一年了 然後加上我那時候要哺乳 那個時候算是我 懷孕到哺乳後 生完後第一次真的有喝酒 大概過了一年六個月吧 那時候我好朋友 憋好酒 對 去巴黎島 YES 然後我們十六個好姐妹 單身吧 對 然後我就是跟我老公請假 然後他就說OK 然後就飛讓我去 然後在那邊 讓我就是可以玩兩個晚上 一個晚上單身吧 一個晚上是婚禮 然後隔天飛回來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一到那邊就跟老公說 我有到巴黎島 然後怎樣 然後就好 那晚上那個 要參加單身派對囉 YES 生小孩前我的酒量還滿好的 懷孕前 然後大家就說 路你終於出關了 我說真的 乾杯 誰乾 就是在這邊乾杯 然後那邊也乾杯 我也要衝過去乾杯 這邊也乾杯 就太開心了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喝了大概四五杯後 我就覺得 我什麼頭在暈了 我跟你講 有時候太開心也會 超暈的 然後我說 我頭好暈了 他不是說 你不要鬧了 你覺得這麼好 我說沒有 我真的很暈 他說開心 我說應該也是 然後還會繼續喝 然後喝到最後呢 醒來的時候 也是 怎麼在床上 然後 怎麼瞬間移動 在床上 然後看一下表 六點多 看一下手機 我老公打了三十多 他們給我 我都沒有聽到 完了 不會了 然後我就心想 回憶昨天的事情 我回憶不起來 然後我就咬我朋友說 我昨天怎麼了 他說你就喝醉了 當天晚上其實 才吃前菜而已 所以我們那天姐妹的 所有的單身趴的照片 都沒有妳 一張都沒有 上白去 然後 上白去了 所以我老公 後來看到新聞媒體 報導的單身趴的照片 跟我們所有共同朋友的 單身趴照片 都沒有我 他心想 我到底有沒有去 我就覺得 背老公會 然後趕快跟他講說 沒有 我就是我現在 真的在巴厘島 他說 那你為什麼這個時間醒來 你怎麼可能喝醉 這個時間醒來 我說對啊 我為什麼這個時間醒來 然後才講完這句話 我胸部劇痛 為什麼 因為要補乳的時間到 上奶 然後我就一個人 六點的清晨 每一個人都醉了 然後大家回到飯店 還繼續說 地上都是背板狼狸 然後我一個人的清晨六點 在那邊擠母乳 說覺得 好心酸 我真的覺得 女生在外面 真的不要喝太多 真的 因為我看過好幾次 我覺得有一次 我們的一個女生朋友 她也辦生日 就一樣啊 大家開始到了嘛 七點通常大家遲到 七點半才到 大家開始吃飯 喝酒這樣 然後大家開始拍照嘛 對不對 然後你回去看照片 大概約七點嘛 九點半以後 她再也沒有在照片裡 因為她已經醉了 醉了 她醉了在哪裡呢 在哪裡 大家都找不到她 怎麼不見呢 對 然後大家就說 那還是我們就散了吧 因為壽星也醉了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 拿外套的時候 發現她在外套擠 戴在裡面 你知道那有多危險 對啊 悶了 對啊 然後後來所有人都說 找到她 然後她已經醉了嘛 然後就把她抱上去 那在地下室就要抱上去 然後呢 一抱上去呢 所有的男生都在看她那個 我覺得女生 真的還是不要喝太醉 太危險 對啊 那她問艾莉絲 就是什麼樣的星座 可以很容易被喝酒誤識 我們看到第三名上訪 是我們的爽子座 借酒裝風喝到斷片裡 對不對 對 應該第一名吧 對 因為其實她很會勸酒 爽子座很聰明 我要買我就不喝 我必須保持我的理性 對 所以其實她如果知道自己 如果這一場不是她要的湯 或是她的局 對 她的局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說 我喝到一個 我差不多開始茫的時候 就要趕快 散 對 趕快就要趕快溜了 是 可是她如果真的喝太多 太過量化 她那個斷片也是滿厲害的 譬如說她很會套路 會勸酒 叫人家喝 叫人家喝 把人家灌醉以後自己醉了 其實雙子座 雙面人 我們是很容易戴著面具在過生活 所以最怕最怕喝到斷片以後 其實她就是會借題發揮 譬如說就覺得說 她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 她現在覺得你什麼都不跟她講道理 什麼都跟她唱反調 所以很容易因為言語衝突變成 對 這個很危險造成這個新聞事件 那再來第二名上榜的是 我們是給這個雙魚做 都有雙面的 對 常常就有人上榜 好扯喔 悲從中來 越喝越傷感 對 講了很多後悔的話 怎麼當時怎麼樣 我們應該如何的 不然早就現在兒女成群 或是如何如何 對 就跟她講了很多 結果其實那一個是她 好不容易分手的對象 雙魚的寶貝們 其實很容易藥物跟酒精成癮症 所以其實最好是戒斷比較好 當然 零酒精的 可是食物成癮 都喜歡吃癮 對 真的看不出來你是這樣的人 隱藏好好喔 你每次吃個胡椒蝦講多 對... 真的好可怕 我沒有聽你是我怕 因為胡椒蝦真的滿好吃的 對 來 我們第一名的話 最擔心的是努蘭佐 對...也是火蝦 兩重也是滿容易 滿容易有這個紛燈 有這個紛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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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梁座有 你們真的很笑 對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酒量 但他們一次有酒膽 對... 就那個感覺對了 他就會... 就是不用人家勸酒 他自己就一直乾杯 酒膽 對 他把自己灌出來 然後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家 他就睡 可是如果那個是一個局 那是一個很熱鬧 很歡樂的湯 那糟了 他就整個會像瘋子一樣 就是整個都大起來了 對...整個大而化之 那個大起來就是說 他看什麼都是放大 譬如說講話也越來越大聲 大聲到全場都是他的聲音 大到朋友都很想要趕快馬丹 把他拉走 明明朋友找他瘋子 要喝酒聊天 就像剛剛小馬哥這樣子的一個局 可是呢 越喝 他就發現 他開始就覺得 那我要繞廊來處理你的事情 然後他怎麼可以這樣子對你 如何如何 不要...其實我還好 而且你不要生痛 因為是那種現場 馬上就要call out的那種類型 是喔 所以其實還蠻容易引起一些紛爭 所以他醒過來以後 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 在江湖 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知道他得罪了 或者他真的把解決給開回家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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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 對... 我有一陣子也是很喜歡這樣 繞廊你知道嗎 不是...不是處理事情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喝酒 對不對 到第二場 到錢櫃 扣這個... 然後我們就說 欸... 他怎麼有酒啦 在三年有聲音過來找我 你聲音又過來找我 對... 沒有人過來啊 他一去怎麼都醉了 對... 然後過來的時候 他說我已經回家了 因為他還要打敗 沒有 他已經很快 可是我就是這樣 我只要到要落廊的時候 就已經是我要醉了 那我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只要醉的時候 現場不管是誰在幹嘛 我都會把它撥開 拎了包包我就要回家 所以你就從小都有背馬 包包 手機 這樣 背好拿著 然後我就回家 這樣 對 我很常被人家罵 對